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常的 黑白像尖的那种 却先生描述 狗的个头不大 儿子被咬后他追上去 用废弃的小推车把狗打晕了 我去打他的时候 他反咬我一口 咬到那个手指这里 跟脚 我是最后一狗咬到嘛 是前面咬到有三个人 老人小孩都有 还有一个我们的保安 却先生说 被咬后他和儿子去了医院 医药费花了三千多 事后他们找到物业 查看监控后发现 这只狗最开始咬人是在地下室 时间是8月5号下午4点08分 一位老人被咬 接着4点10分 一名保安被咬 再接着4点35分 一名小女孩在路面上被咬 地下室咬到了这个阿婆 咬到阿婆以后呢 阿婆就自己去找那个狗 找那个狗 然后找狗的时候 看到我们一个保安 跟我们保安说 保安你把这个狗给我撵出去 然后保安就把这个狗撵出去 保安还被狗咬了一下 然后我们带着网兜 带着棍棒 就开始去找咯 就往路面上找 一边路面上找了 一边提醒路面上的人 这个时候这个狗啊 不是被那个保安赶进来了吗 这个狗呢 它又从我们会所的一个侧门跑出去了 跑到外面去了 台阶咬到了第二个小女孩 物业董经理表示 这是一只流浪狗 已经被城管大队捉走了 根据监控显示 狗是从地下车库入口进去的 但保安没有留意到 后来狗伤到老人和保安后跑到了小区路面 他们也一直在找 但没有找到 所以后来又发生了雀先生和儿子被咬伤的事 雀先生因此觉得物业要对这件事情负责任 说他们是没有责任的 所以我们针对这一点啊 我们是不认可的 首先是那个医疗费嘛 这一块我们想它要承担的 还有物工费 还有一个就是精神损失费 当事情发生以后啊 我们公司太师这样讲的 因为这个狗嘛又不是物业养的 找不到主人就是流浪狗了 那么我们物业呢 只能说站在人道主义 人文关怀的角度 给业主承担一下疫苗的费用 董经理说 他们的保安事后打了狂犬疫苗 花了300多块钱 他们愿意按照这个标准 赔付给雀先生父子俩600多 但雀先生不接受 这个300块钱和3000块钱的这个药品来说 用进口的药品是不是有一个必要性 我个人的判断 这个如果说是算法性的话 那么法院可能不太会支持 他们3000块钱的这个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